今天这部影片就是要挑战 我从来没有挑战过 也一直不敢挑战的 24小时写完一首歌 加拍完MV 但以我的不专业程度来看 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挑战成功的 所以呢 我就让粉丝们来陪我写歌 结果你们的表现很惊人 最后这首歌也很吓人 至于MV呢 也因为只有几个小时来拍摄 所以也很吓人 最终的作品到底有多吓人呢 我们现在就一起从头看到尾 哈啰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Bresson 是二姐 然后这个主题呢 我的频道是从来没有做过 然后我也不是很敢做 总之我们今天这首歌 我们完全不懂最后会变成怎样 然后就是要靠观众 还有我们今天的状态 就是我们有没有灵感 我今天是很想睡觉 我先讲好啊 我们不是专业 我们要做一首很好笑的歌 对我们是来搞笑的 我会用IG story 来拍一下我们写歌的过程 然后由观众来决定 我们这首歌要怎样走 然后要在24小时做完这首歌 还有MV 诶 竟然我都拿到我的新手机出来了 这样我就顺便show off给你们看 诶诶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5G 哇 Ultra 整个名字那么长哦 就已经很厉害了 是背面的设计 它是完全不会留任何手指引的 真的哦 哇 哇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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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这里你还看到什么 没有错 就是很多镜 我还没有讲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的手机很像 越多镜头人家越厉害这样的 但是如果你是很喜欢用手机来拍照和记录生活的话 你就知道这四粒镜头全部都是很有用的 那我给你介绍它这些镜头有什么用 这一个就是最wide的很够力wide那种 然后你可以拍到你的脚很长啊 这个就是普通的wide 这个就是中十倍 然后这一个是哪里拍月亮的 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就是它的相机的像素 你拿这本书你随便开一页 你看啊 而且好要读书啊 我这样子 等一下 你看啊 我中去那个视频 那些字还是看得到的 这个是因为它的像素很高 然后而且它录影可以录到我相机都录不到的8K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很舒服的 就是它的刷新率可以到120Hz 刷新率 什么啊 总之它就是你刷起来很顺 完全一点点十吨都没有 这样我们就要开神我们的挑战了 哈啰 大家好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挑战20小时内写完一首歌 然后是你们跟我们一起写 你们要帮我们做所有决定 所以你要留守我的每一个incense story 我们直接想好两个节奏 给它们选 还是你要那种 不要不要不要 像很多歌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OK吗 你帮我录 这是第一个版本 我现在就 休息一下 等待一下 是耶我也是比较喜欢琴快 是 感觉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录起来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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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首歌就已经确定了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你们就要讲这首歌的主题 OK时间到了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他们的 主题 迷惑 喂 友情 好朋友 一起走 孤独的一个人 我孤独的走在街上 没人理我 没人理我 我看着朋友们 没人看我 好处迷惘 它感觉就是这样 很符合我们的歌 对对对就是这首歌 很适合我们在迷宫里面拍 快点这样 时间记忆哦 哇很厉害 迷茫小鹿 它这个名很美 我认为迷茫 可以跟梦想连结 时间没有那么差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 也是可以在迷茫啊 因为迷茫的时候 人的情绪就很 不好 所以有点鼓励的感 哇 我们的歌就有意思 OK我们现在先快点决定 这首歌到底要熟 我们从梦想开始 一个人很有梦想 但是他一次次的失败 就弄到他迷茫 但是 其实如果他从未来的自己看回去 的话其实世界没有那么差 哇 有没有 这个我们也可以放在这里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 把成功的定义放得很高 就是每个人很像 一定要很厉害 这样子才算成功 才算开心 对对对 但是其实开心是 可以很简单 可以很简单 而且最好是内在 迷茫小鹿可以变成歌迷 我刚刚也是这样想 OK各位谢谢你们的想法 然后刚刚我们已经 选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 叫做迷茫小鹿 然后我想让你们投票 你们喜欢 还是不喜欢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这个东西 现在要开始做编曲了 我们刚才就录了钢琴还有吉他 然后现在我们就给他们听一点点 就看他们有什么建议 要我们加什么乐器 鬼戏哦 OK很多人叫我们加菇 OK现在就加他们要的double bass 那现在我要先录一个demo给我的观众 让他们去填词 叫做音乐 有什么情况 希望他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去谈一下 所以有什么情况 有什麼想法 我只是一直迷失在生命的小路 但媽媽說其實怕我也不能夠哭 閉上眼睛看清楚 屬於我的真條路 做完了 每間的影片就到此結束 我的人 我沒有想到會做到這樣的歌 我以為是搞笑 各位你們的歌詞真的是太強了 我也沒有想到這首歌最後會變成這樣子 請看清楚屬於我的這條路 凌晨一點 然後這個挑戰是我們從小午1點開始 我們用了12個小時 編曲 然後選歌詞 但是我們還沒有錄音 因為沒有聲音喔 然後我們現在都很累喔 所以 我也不懂要講什麼 所以我們剩下12個小時 看我們可不可以成功挑戰拍完MV 明天見 開始錄音 我就是一隻迷失在生命小路 我是一隻蜜蜜 你 兩隻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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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account 还有构图 接下来就是它的外观设计 它不止简单 好看 还时尚 又有可激感 它背面的雾面设计 也不容易让你留下手指印 哦耶 如果你想要跟我用同款手机的话 就赶快去购买这台啦 我是一只迷失在生命里的小鹿 但妈妈说即使怕我也不能够哭 我也不能够哭 闭上眼睛想清楚 属于我的这条路 我就是要就快要窗口这片迷雾 迷迷幻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探路 慢慢的方向在脑海就像迷路 妈妈时刻在协助 爸爸时刻依靠书 路不成就靠自己努力等我下走 这世界没那么长 我其实没那么早吧 小鹿寻找方向 我在寻找解答 小鹿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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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的足跤里 你就是羊 出快羊 穿过这边迷雾 这世界没那么差 拿起手机记录档下 看在树上樱花 听着河流喧哗 这世界没那么差 偶尔跟自己说说话 看着拥有发芽 期待自己长大 啦啦啦啦 看脸 看脸 你看真的 我想笑 MV的道具 嗨 各位 我们现在在找着我们的 这个MV的道具 现在我们的排MV圈 我们现在是要靠这盏灯 才看到前面的路 看一下如果有关灯 这个是有灯 这个是没有灯 我们要尽快在8点前走下山 好可怕